早安 今天有三宗消息 第一宗消息是跟PureWiki.net有關的 在一年有多之前 Fandom沒落後有一群熱心的玩家 做了PureWiki.net 這是一直被大部分3rd party 不同插件供應的PureWiki 但一直沒有官方認證 今天終於得到他們應有的認證 GGG在這個帖子裏就說 他們在過去一年裏見到Wiki的更新 而且這群玩家一直都很有誠意去維持這個Wiki 所以他們最後決定了幫助這群玩家的負擔 提供這個伺服器去主持PureWiki 這樣也是代表PureWiki.net就是新的Pure官方Wiki 在這個帖子裏提及了兩件事 你們可以幫助PureWiki.net成為一個更好的Wiki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們想令到的資料更加準確和更多的話 去幫助其他玩家的話 你們就可以加入PureWiki.net 去落手落腳去修改 或者當日新的資訊也可以幫助更新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在Google搜尋PureWiki 這個新的Wiki.net並不是排在第一名 需要大家多些使用新的PureWiki.net 而放棄了舊的Fandom 這樣才可以令到Wiki排在第一 而在這個帖子最後 他們也說暫時GGG除了提供伺服器外 就沒有其他的幫手了 當然他們不排除以後會有這個可能性 有件及此 我今晚會請PureWiki的Project Manager Boeis做一個訪問 如果你們有些什麼 跟PureWiki.net有關的想問他的話 你就不妨在留言告訴我 你們想問什麼問題 我就盡量去幫你們問你們想知道的東西 而剩下的兩個消息 都是跟100件Buff了的傳奇有關的 第四件就是Victarius Flight Victarius Flight 跟以往有幾大的分別 首先它的定位上完全改變了 這雙鞋原本是玩Animated Guardian 即首位會用 可以幫你和其他Minion加移速 但他們就把這東西拿走了 首先拿走了魔力補償 然後換了當你少於50%血 然後再加上這個移速 我們眼前這幅圖看到的就是16% 我相信可能是有一個浮動值 而最低的一句就完全改變了 就變成新的這句 你的Quicksilver Flask 就會應用到你附近所有Allies 你任何友方的東西 即包括你的同隊隊友 也包括你的召喚 這個字眼上 我相信它是代表你如果攻擊你的Quicksilver 可能加Lich 可能加Tax Beat 或者加其他不同的東西也好 你旁邊有方的東西 全部也會受惠 那這件裝是否真的被Buff了 那我就不太清楚 因為實際上它是重新定義過這件裝的定位 而第五件被Buff的傳奇裝 就是眼前的這對手套File Crash 這件裝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 第一句就是由以前的加2Socket File Jam 變成新的加5Socket File Jam 就是你放在這手套裡的阿爾技能寶石 就加5level 但它就多了下一句 你不是阿爾的技能 即是你的Non File Jam 就有-5level 那這不單只會影響你的主動技能 也會直接影響你的輔助技能 那這裡就必須要注意 暫時Support Jam的輔助技能 就沒有阿爾版本 所以一定會影響你所有的Support Jam 除了這一部分之外 對手套基本上就沒有改過了 這雙手套相信在升level的時候 過在act的時候就會非常有用 它加5level的File Jam 你只要任何有File的Active 都直接加5level 特別是那些File的Spell 例如File Spark那類型的東西 除了過act的時候用得著之外 另一個用途就是 假設你沒有任何File技能 才算 你可以將你平時用開的光環 如果它們有File版本 有這個AE的版本的話 就可以插入這雙手套 這樣就直接提升那些光環5的level 以上就是今天的消息 如果有興趣想一起吹水的朋友 記得進我們的Telegram 或者Discord 甚至乎在game裡面 加入這個斜global 852 Korean的這個channel 如果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了就這樣吧 拜拜